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回国后必须进行强制隔离 目前从中发现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有17人 国防部高级部长达多斯里·伊斯玛莎·萨比说 这证明了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强制隔离成功避免让更多人有感染的风险 他再次促进人民遵守行动管制令 这样行管令才有望尽快结束 在返回我国的1万1947个大马公民当中 有17个人证实感染新冠肺炎 伊斯玛莎·萨比说 如果政府没有要求强制隔离的话 恐怕会让更多人处在新冠病毒的风险之中 甚至造成新的感染群 过去几天的新冠肺炎疫情汇报数据显示 国内的确诊病例已经有下降的趋势 伊斯玛莎·萨比说这显示了政府宣布 延长行动管制令以及强制回国的人 必须隔离的决定都是正确的 他还说只要国人齐心协力 第三阶段行动管制令有可能提早结束 截至18号已经有1290人完成了14天的隔离 获准回家 目前还有一万多人还在接受隔离 行动管制令进入第三阶段 部分领域破准开放 导致道路上的车流量有所增加 武加曼交通调查及执法部总监 德德·阿西斯曼呼吁民众 出门购买必需品的时候 尽量选择避开上下班的交通高峰时段 尤其是雪龙一带 全国目前有16个交通堵塞热点地区 雪龙一带占了大多数 吉隆坡有6个路段 雪兰澳洲有5个路段 军警人员在第三阶段的行动管制期发现 经过路障的车辆有70%是涉及基本服务领域 其余的30%是出门采购的民众 除了呼吁民众避开高峰时段出门购买必需品 为了解决交通堵塞的问题 武金阿曼交通调查及执法部 也成立了一个交通舒缓特工队 负责在道路出现堵塞情况时 派出警员乘坐摩托到场巡逻并指挥交通 警方也会使用无人机在高空监控道路情况 只要出现超过一公里的车笼 就会列为交通堵塞着手处理 阿西斯曼提到 上下班交通高峰时段 分别是早上7点到10点 以及傍晚5点到晚上9点 另外 警方也建议运输裸里 在特别时段行驶 也就是晚上8点到早上7点 避开交通繁忙时段 另外 国防部高级部长 Data3 Ismail Sabri指出 部长行管令每日特别会议决定 自动提款机ATM的运作时间 将会受到限制 也就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 Ismail Sabri透露 由于自动提款机是24小时运作 导致许多民众在晚上出门 这些人给的理由是自己有紧急情况 需要在限制活动的时间以外前去提款 因此 限制了自动提款机的运作时间之后 就能够避免民众再有理由在晚上出门 国防部高级部长Data3 Ismail Sabri提醒那些 需要前往国家储蓄银行 申请国家关怀援助金的国人 如果身份证已经遗失的话 需要先联系国民登记局进行处理 Ismail Sabri说 领取国家关怀援助金需要出示身份证 如果一些民众的身份证已经遗失的话 国防部同意让他们联系各线的国民登记局 他们可以登任如果有 commun Market 以外的招待国家 通过承证之类之类 所以他们可以做访证 如果有提供案件 会有提供案件 Ismail Sabri补充 当局接获许多民众询问 如果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遗失身份证的话 该如何处理 因此政府决定 允许紧急需要身份证的民众 申请办理 至于其他没有紧急事务的民众 则是受促在行动管制令 结束以后的90天内 才申请办理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 该医区资料除了显示 累计病例地区的疫情 也新增了各地区的 活跃病例的疫情 目前沙巴拿都新增 三起催疹病例 从39起再增加3起 累计病例42起 成为我国最新的 疫情疫情红区 拿都市沙巴第三个 被列为红区的线 另外两个红区 是斗湖和亚币 分别录得81起和44起 催疹病例 根据分布图 红区为出现41起 病例或以上 呈区为20到40起病例 黄区为1到19起 绿区为0起催疹病例 卫生部第一副部长 和匹立州行政议员 拉斯曼等人 早前在某宗教学校和民众聚餐 引起国人不满 对此 拉斯曼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 并强调 他这么做并不是要逃避法律行动 而是要解释实际情况 拉曼在脸书专页贴文写道 他会犯下的错误向国人道歉 他说他和团队每天都出动 协助前线人员 确保他们得到帮助 尤其是医护人员 此外他的团队 每晚都会送食物给路障执法人员 特别是在巴眼色海一带 拉曼指出 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 工作团队也不会发现 原来路障执法人员急需流动厕所 然万表示每一次的行动 他们都非常注重标准作业程序 如果他们的举动 看起来是违反了标准作业程序 他们会承担 防疫工作人人有责 昨天柔佛警方 一共扣留95名违反行动管制令的人 直到目前柔佛共有2340人 因为违反行管令而落网 柔佛警察总长 那都挨有干表示 目前柔佛共有2340人 因为违反行动管制令而被扣留 警方将援领刑事法典第186条文阻碍办公 刑事法典第270条文 可能散播危及性命疾病的疏忽行动 1988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令 第343法令 第22条文秘款条文 以及2020年防犯及控制传染病条例 疫区措施第三条文 对付违法的人士 行动管制令开跑至今 我国还有71名外国游客 从3月18号开始 便滞留在登加楼 卫生部已经对这些游客 展开新冠病毒检测 暂时并没有接货有关游客 确诊感染的头报 这些游客 目前一共有36名外国游客滞留在棉花岛 33个人在亭博岛 两个人在天鹅岛 不过大部分滞留在我国的游客都表示 目前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第三阶段的行动管制令 是从4月15号开始直到4月28号结束 警方已经加强管制 希望能够切断感染源 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积极在全国多地的公共场所 展开大规模的消毒行动 包括在疫情红区、城区和黄区 有关的消毒行动将重复性 在疫情高风险地区展开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道士伊斯曼尔·本达利表示 目前消毒行动将着重在人民组屋 以及有确准病例投报的住宅区 因为目前生用选区我们可以以下退 对菲部长资源出 公司修正拍8 截至上个星期五,当局已经对1,699栋政府大楼,1,009个公共场所,1,0310栋贸易中心,812栋组屋,以及191个巴沙进行消毒。 伊斯坛姆达利呼吁民众,尽量不要靠近已经进行消毒的地区,以切断病毒感染链。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人类大受影响。 经过多天的行动管制令后,尽管人们感到无奈,但也只能学习适应在这段非常时期的生活方式。 本地就有一些课程导师,因为无法在行管令期间开课,因此必须开拓线上教学方式,间接让他们从中发现更多商机。 其实,线上教学方式真的可行吗?究竟会有哪些不同之处?下来一起了解。 为了避免被病毒感染,学生不能到学校上课。 不过这个时候,老师或是学生都没有要向新冠肺炎低头,不能面对面上课。 那就线上上课吧。 有的教师甚至在这个时候无意间发现新的市场,让他们可以和来自多个国家的学生分享他们的知识。 大家刚刚所看到的,这是VR机股演艺学院所进行的24节令股线上教学课程。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教练不放弃教学,和家长进行交流,探讨如何能让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继续上课。 学院甚至还在行管令期间,推广免费的线上教学课程。 我们必须让每个孩子,每个同学们好好地利用这个假期,好好地去增加自己的知识。 除了增加自己的知识,我们要想办法怎么样增加自己的技巧跟技术。 无论你是武术的,舞蹈的,打鼓的什么都好,技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知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要设法在这14天里面呢,我们好好地去提升这个事情。 劳不可破,对了,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当你的呼吸动起来的时候,别人就会跟着你的呼吸去流动。 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要有呼吸的变化,如果呼吸没有变化,大家就会像这样一样啊。 有恋生先生支撑的黄英威老师,平时都忙于在全国各地举办讲座,以及在水院当讲师。 最近,虽然因为行动管制令受到限制,却让他因此开启了更多的线上经营模式。 他认为,网上教学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如何设计特别的广告,吸引更多的学生。 一个早,两个早,三个早,四个早,五个早,六个早,七个早,八个早,九个早,十个早,十个早,九个早。 网络教学其实,它有它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打破空间的局限。 以前我们总觉得,我们一定要面对面,跟人具体地看到,见到,才能够算是讲课。 可是因为这次疫情呢,我重新认识这件事情。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可以打破空间,打破地域,我给很多其他地方的朋友上课,像来自沙拉岳、槟城,甚至有台湾的朋友。 所以,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上课能够只是通过网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全新的视角和全新的体验。 这是一个音乐中心在行管令期间,开始提供了线上教学服务。 对大部分领域来说,这段期间的生意的确会受到影响。 但是,对于这个音乐中心来说,行管令期间,却有更多的人报名网上的课程,以及购买新的乐器,希望可以趁着空闲的时间,培养新的爱好,发掘自己的潜能。 不仅仅是在课程中心的音乐中心,但是我们在课程中心的课程中心,在课程中心的课程中心。 我们的课程中心的课程中心,现在我们有很多课程中心的课程中心。 我们有270个学习来到课程中心的课程中心,但是在课程中心的课程中心, 在行管令期间, 线上教学, 看起来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教学方式。 许多业者认为, 就算行管令结束了, 他们还是会考虑继续以这个方式进行教学。 大家要记得, 有一句话说, 杀不死我们的, 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强。 大家只要齐心血力, 肯定能够度过这次的难关, 战胜疫情。 RTM拉斯达专题报道。 为了协助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受到影响的企业家, 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推出了商业复苏融资计划。 从4月8日开放申请以来, 当局一共接获了超过5000个中小型企业的申请。 集团商业基金首席执行员 RTM表示, 商业复苏融资计划是属于关怀人民中小型企业, 附加经济配套的一部分, 共涉及了2亿令吉的拨款。 这个融资计划可以让所有领域的企业申请, 不带有利息的融资计划, 将会让33000个企业家受贿, 每个申请者最多可以贷款1万令吉, 选择《的三观担当》 從2月1日开放申请洒融资计划 Tekun也都要权了 提供给予活用的努力 without分担當了 要权利感到公司的 这个elfast已被捐给予活用的 给予活用的 游戒约穴 它需要装保持最初的 规产品 一旦申请获得批准 业者可以选择提出百分之百的贷款 或者是部分的贷款 在行管令后提出 至于延迟六个月 偿还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贷款 目前共有二十万九千上申请 总额为三亿两千四百万令吉 新闻进入尾声 为您送上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公益演唱会里的精彩片段 我是戴靖航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 也祝您平安健康 我们再会